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其实有家人为你守望 为你祷告,是何种幸福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珍惜 你们这种的团契 因为,怎么说呢 不是任何的club 任何的这一些的 为什么越跑越远呢 可以帮我转去吗 OK,那么不是任何的这一些的俱乐部呢 能够为你们提供这种 在基督徒的里面,好像家人一般的守望 为你们各式各样都来操心的 Amen吗 新年是什么呢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过年 都不知道 因为是华人的传统 因为我的热力牌 把它试试试到完了 要换一本新的 所以我们就过年了 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是在其他的地方有四季的转替 因为来到了冬天 所以自自然然 太冷了 我们需要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过年 是这样的吗 那么有机会的话 看几时呢 看几时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年跟犹太人 华人的信念 其实跟犹太人的信念呢 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实我们华人的信念最主要是来自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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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觉呢 犹太人 有过逾越节 在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做些什么呢 在门的上面涂上红色的血 是要让恶者 一个撒及 埃及人的恶者 越过他们而去 华人的信念做什么呢 在除夕的时候 在信念前要预备 在你的门口贴上灰春 红色的 OK 你要放暴主 为什么呢 要下走一个叫 年 原来你们迎信念 不是要借那个年回家 你要下走他 因为那个是恶者 要夺取他们的生命 为什么你们大家要除夕的时候 聚在一起呢 在新年的时候 大家要守岁 要对在一起呢 其实你们要感恩 因为新的一年 上帝保守你们 平平安安 过了一年 过了任何恶者 在你们身上 要做的破坏的工作 你们大家 都整整齐齐 大家都能够 换聚一起 值得清楚吗 那就这新年哦 华人 OK 有机会我们再去 探讨这些 原来我们真的 华人 我们传统的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干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我们做了 其实都有很多 上帝美妙的旨意在里面 很多人说 华人都是上帝 除了犹太人以外 特别选中的民族 哦 原来华人 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 很多时候 很多人说 福音最后的一棒 其实就叫在我们这些 阎王子孙的手上 我们要把 这个福音 要传遍殿下 所以一带一路 也为我们 开取了整个的门 整个的局面 我们快快的 要回来的 今天的讲题 不然我们去了太远了 OK 在这里呢 代表 教会 特别是黄雅各牧师 要向大家温安 你们看不到黄雅各牧师 在你们当中 不用紧 每个月你都看到 他的土地在这里 OK 那么 其实我在黄雅各牧师的 牧养的底下 在教会 在洗信堂 已经服侍超过 33还是34 都忘记了 年纪大了 OK 所以呢 在这里呢 真的要祝福 普总的洗信堂 你们 灵命 还有你们的生命 都一样 蒙上帝大大的祝福 你们的门家都安康 Amen 在这里呢 有一个重大的洗信 都向你们 报告了 刚才 那么呢 我在刚刚那天 我从早上 从台湾回来 我记得 我回到家 已经凌晨4点钟 早上呢 就跑去教会 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就是让 你们的美联 不再叫传道 牧师 OK 要跟我们的 就是 我们的 Mikertine牧师 就是洗信堂的主理牧师 见面 那么呢 还有雅各牧师 正式的 就提成这个程序呢 要交给 教会的 所谓的 board 就是你们所谓的 职委部也好 董事部也好 就来临的 25号 应该是 下个 下个拜六 开会一直的通过 之后呢 我们就选定了日子 3月17号 让主任牧师 跟雅各牧师 一起过来 就安利 美联牧师 正式成为你们 这里的祝堂牧师 Amen 这个是非常 喜信的一个日子 你们留着 等一下慢慢 恭贺他 那记得 3月17号 与你们的这个 约会 记得要出席 也是非常难得 家人们 大家一起能够 在这个聚会过后 一起的用餐 喜信堂 母会呢 是不可能有 这样的聚餐的啦 因为太多人啦 但是你们呢 是可以 大家一起这样聚餐 我们那边呢 只要领袖 坐在一起吃饭 我们都很头疼的 OK 好 新年为什么要讲孤单呢 我在想 这个的讲题 可不可以换一下呢 我在预备 你们的这个的 讲章的时候 那时候我 我其实上个礼拜过 上个月讲完道之后呢 我去了一趟台湾 就回来 那么回来了 大概几天不到 新年的期间 年初二 我就飞去了香港 和家人一起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今年是我爸爸 过世的第一年 那么 所以妈妈说 在家不要庆祝 也不要亲友过来拜年 所以要避年 所以我们就飞去了 飞去了香港 就一家人啦 就七个人飞去了香港 那么我在想 孤单 那么昨天呢 我也特地了 为了孤单 去了一趟 这个你们叫做路德园 Lutheran Garden 是不是叫什么地方啊 Lutheran Garden 不知道 一个基督徒的坟墓 地点啊 在苏邦的地方啊 叫Lutheran Garden 在苏邦那边的 也去感受一下坟墓 的情形 最主要的 也要去 去纪念爸爸跟岳父啦 那么也一群那边 好今天我们来 要来思想的 这一段的 信息是来自 这个的马可福音 第五章 一到二十节 那么 鼓励大家的话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今年喜庆堂呢 特别的是鼓励 在母会的里面呢 我们都希望 年轻的一代 或者是年长的也好 中年的人也好呢 我们有这样的 恢复这样的习惯 就是人人手带一本圣经 虽然我们知道 电子圣经非常简单 非常好用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在翻看电子的 圣经的时候 自自然然呢 我们会被太多 突然而来的信息 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分散了 所以如果有 纸本圣经的话 我们尽量的 你的那本 封了尘的圣经 把它拿出来 拍拍一下 吹吹一下 翻一下 我感觉 好像很多年 我没翻过圣经 现在翻圣经的 速度都慢了 好像很多经节 都不见了 其实好像 都好像 它的那些纸张 都粘在一起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尽量的 大家有这样的习惯 其实一个好的习惯 我们应该要继续的去传承下去 让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也有这样的手拿 手拿圣经的这种好的习惯 OK 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呢 是讲到一个孤单的人 这个的人呢 是住在一个地方叫 格拉森的地区 那么呢 他是怎么孤单呢 哎呀 这个人呢 是住在一个坟墓 坟营 就坟场的当中的 OK 那么大家可能 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那时代 在以色列的时代 他们的坟墓 不好像我们这样的 一片平地的 OK 那么他们的坟墓呢 是高高低低的 是在山里面的 是在山洞里面的 OK 就在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说 他是一个山野的地方 那么呢 讲到呢 就是这个人呢 被鬼扶 那么耶稣抑制了他 那么呢 当中也有一些的事故发生 这些茄灵就跑出来 走到一群猪的那一边 这些猪忽然间呢 一跳就跳进海里面 就淹死了 多少只 两千只 如果是法人的话 觉得很可惜啦 应该是两千的猪 一通 一跳 就应该跳进那个火炉里面 一烤就两千只烧猪出来 今天我们大家就可以吃烧猪 为什么他们的猪 要飘去牙里面 把水把它淹死呢 OK 无论如何 我们讲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的背景 OK 非常痛苦 孤单 OK吗 开始了 我们要进去了 所以 来 测试一下 孤单的程度 一看他会笑 来 一个一个来 你有试过的 你举手一下 我们要互动一点 不然的话 大家会睡着的 来 有试过一个人 逛supermarket的 OK啦 很普通啦 一个人去supermarket 这个是小Case啦 一个人在快餐厅 McDonald Kentucky 在那边 嘿 什么嘿啊 年轻人就知道 怎么嘿 就不知道做什么啦 就在那边 有的 请你举手 我常常做的 因为等太太买东西嘛 所以一个人 所以你只能看到 我会在这个supermarket 那个supermarket 这个餐厅 坐在一个人 傻傻的 以前喝可乐 现在年纪大了 可乐喝不了了 就找其他的 所以现在就不去 快餐厅了 去咖啡厅了 Starbucks那些坐 就喝没有糖的 就坐在那边 嘿嘿 OK 啊 有没有试过人 一个人看电影的 有 很普通吗 一个人看电影 OK的吗 OK的 一个人看电影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啦 特别不喜欢那些猪队友 啊 猪队友是什么 电影还没有做 他就好像导演 这样告诉你情节的 啊 你感觉 本来我要看那套戏 就很紧张的嘛 他就告诉我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还是自己一个人看啊 OK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一个人看电影 应该不是孤单吧 会孤单吗 OK来 有没有试过 一个人除夕吃火锅 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我要放两个字叫除夕 哦 在医院吃火锅 哦 这个真的是很孤单 啊 医院还没有火锅吃啦 只是掉那个点滴啦 drip一下啦 哦 在医院我告诉你 真的是很孤单 那个 我有无数的日子 在医院里面 不是我住院 是我爸爸住院 他在里面 我在外面 啊 我有这种的感觉 在医院真的是不好过 年轻人来 情人街 一个人唱K 伤心的人更伤心 哦 要点什么歌好呢 点什么歌都不对的 OK 一个人在海边兜风 或者一个人去旅行 有试过吗 没有试过 我 我以前的工作 因为 有时候 我特别飞去欧洲 飞去其他国家 回不来 就是拜六 或者是有些假日 我真的会选择 一个人 去海边 或者一个人 去都附近走走 所以一个人走 我是 去海边旅行兜风 这是常做的事情 以前的工作 OK 有没有一个人去 Tim Park 去Disneyland 去Universal Studio 去什么 主题公园 OK 一个人去 哦 有哦 我们的弟兄说 一个人去 主题公园 哦 其实我有试过 我一个人去 法国的迪士尼 一个人 但是很多年前 哇 什么 那时候 我要看看什么 迪士尼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进去里面 逛了一下 哎呀 浪费时间 OK 那么 有没有试过 一个人搬家 搬家本来就是 需要大家帮忙的嘛 哦 一个人搬家 很痛苦的 我 我 我还想起呢 我们在 教会 那时候呢 特别教会小的时候 哇 大家的关系 非常好的 一搬家呢 一大人来 我记得我搬 第一个家的时候 那时候 先是牧师搬家 因为牧师那时候 是没有钱 买家是住的 那时候 他是刚刚来 喜庆堂的时候 他们呢 住在一个 很旧的地方 在巴区 那么呢 被 就是屋主要卖了 他没有办法 要搬去 SS3 就是他以前 住的那个家 哇 我们一搬家的时候 整个教会的人 帮他 油气的也有啊 帮他拉 那个店的也有啊 装热水壶的 什么都帮他做 我到我搬家的时候呢 也有一群姐妹来帮我 来我的家 那时候 在三位 那个家我还保留着到现在 是因为太多 很多的这种的人情味在里面 因为 真的看到那姐妹来帮你啊 做这个啊 洗这个 厕所啊 那一些 那时候好像太太 不知道为什么太太没有在 但是就是教会的一大群的 应该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带他在怀孕 应该是 大概是这样了 反正就那个时间了 就 大家 很多人来帮你 哇 你特别感到温馨的 所以会留在洗心堂三十几年 都是因为 他们帮了搬家之后 不好意思离开 所以如果你想你的会友留在这里 久一点 他们搬家 你请你帮帮他 好吗 这就是团契嘛 那你们还谈什么团契 你们只在教会里面谈团契吗 在生活的当中 我们也要需要 彼此的来照顾 彼此的来扶持 Amen吗 就是告诉你 就是因为这样搬了一个家 就三十几年没离开教会了 OK 一个人做手术 做手术肯定一个人啊 谁陪你呢 但是医院 就好像我们姐妹说 那是最孤单的 特别要在过年 一个人在医院 那感觉真的不好 OK 所以 孤单的程度 你们自己自己选一下了 哪一个 比较高一点 孤单是什么呢 百度百科告诉我们 解释他是有心理的反应了 可以是独自一个人 也可以是一大群周围很多人的 但是你还是有这种的感觉 讲了等于没有讲啦 一个人又会孤独 一大半人在一起又会孤独 那什么叫孤单 什么叫loneliness 很多人也会孤单呢 怎么办呢 孤单也常常被认为是人类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的 伤痛的一个的来源 那 他是被寂寞所困 我当然知道寂寞咯 一个人就是孤单嘛 孤单就是寂寞嘛 那究竟什么 什么是孤单呢 有没有大家去想一下 孤单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产生了一种的焦虑啊 一种的压力啊 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以致我们被排斥 又或者是我们内心里面 有了一些的问题 我们不想和人接触 有些的人可能 很亲爱的人 家里的人 关系很好的人 忽然离开了 他有一段时间会封闭自己 不想和人家交心 或者是被出卖了 或者是被 朋友 就被判的各方面的情形 导致他对人之间 没有了这种的信任 对关系之中 已经没有了这种的依赖 或者是向往 他反正就是 觉得人就是问题很多 不想跟人家交往 把自己封起来 封闭起来 竹了一道墙 这个墙不是在外面 而是在内心里面 OK 所以 这样的问题 产生 你把自己 关在里面 也把别人 关在外面 那就成为孤单了 孤单怎么样呢 孤单是很伤人的 孤单 除了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好吗 OK吗 但有些人说 我本来小的时候 或者是因为 生活环境 我本来就是孤单的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就是孤单的 又或者是我工作的需要 我就不能够告诉人 特别你是做警察的 做卧底的 做一些特工的 就是孤单的咯 OK 但是也有些人 可能 他剩下来 在 他的 怎么说呢 小的时候 他就有这种的 倾向 自闭 有听过自闭症吗 很普遍的 autism 那么除了autism以外呢 还有一个叫ADHD 怎么来的 有听过ADHD吗 ADHD呢 就是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 告诉你 现在 在大度会里面 不要觉得这些是怪物 不要觉得这些怪人 我们的教会 喜庆堂 在BJ 我们特别 下午堂就有一个仁爱班 我们有最少两位 一个叫做高明星传道 另外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志兄弟兄 他们特别的要去读 要去照顾这些 自闭的 或者是ADHD的 或者是 你们也有一种的 叫Asparker 就是 亚士伯格症候群的 Asparker syndrome的 教会要特别的去关爱这群的人 因为这群人 他只是 focus或者是注重力 会分散 他小孩子说 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去 去帮他 所以他需要来到教会找人帮他 我们看到在当中 有一些的人真的是 我们帮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的孩童 原来他们其实 这里都是比人聪明的 他们只是不会去表达 他只是在 社交的里面有障碍 他只是不会和人家沟通 但是 告诉你 他里面算的东西比谁都快 所以我们要去关注 去关爱这些的人 教会不可能 不 就是不应该去排测 把这些人都 label 标签起来 那个很怪的 那个会大喊的 那个会 但是教会里面团契 是什么呢 团契就是爱 接纳 我们能够知道 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 有上帝最主要的原因 Amen吗 所以我整天告诉那些 我们主任学的老师 或者是那些 特别是同工全时间的 我告诉你 那个最坏蛋的学生 你要为他多多祷告 你要对他好一点 因为他以后回来 就是你的主任牧师 或者是你的 那个指示部的主席 Amen吗 通常在教会里面 我告诉你 这一些 你认为他最坏蛋的 其实就是上帝 要特别拣选 要来使用的那种人 所以你们在团契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 上帝其实 在当中 就帮你拣选了一些人 OK 为什么会这样 OK 可以调整一下吗 谢谢 因为可能是我用Canva 跑过来之后就 动了 OK 但是 你是 OK 如果是 哎呀 我有这个孤单 有这个自己一个人 会沮丧 哎呀 我不想告诉人 弟兄姊妹 It's ok 如果你觉得你是孤单的 你是灰心的 你是正常的 告诉哥比特 你是正常的 如果你翻开 旧约的话 请你翻开 猎王纪上 OK 猎王纪上 Kings First King Chapter 18 第18章 第19章 这里讲到的一个人呢 是谁呢 这里讲到一个人叫 以利亚 以利亚是谁呢 是一个神 很大使用的先知 这个的人 他多厉害 如果你看 武侠小说 或者是看电影 夜问一个打十个 很厉害 这个一个打四百五十个 厉害吗 你笑什么 你看圣经吗 他有八例的先知 四百五十个对他 还有亚瑟拉的 四百个先知 加起来八百五十个 他一个对他八百五十个 他都不怕 厉害吗 这个 上帝很大使用的伟人 四百五十个八例的先知 跟他在一起 都不能够 你看猎王记上的十八章 十九章 那么我这里讲到的一段的经文 是在十九章的第十节 里面讲到的 这个的以利亚 神很重用的一个伟人 他赢过了这四百五十个 八例的先知 也在黄的面前 有了神大展的神迹 那么他所悦纳的这个的 这个的牛肚也被火烧了 神悦纳了 连这个沟渠里面的 龙缸里面的水都烧干了 哇 多厉害 然后他去祷告 这个看到片云 回来祷告 这个的旱灾雨也降下了 多厉害啊 这个神所重用的这个的先知 但是他 也有会孤单 甚至乎 忧郁的情况 你看第十九章 第十节 第九章的第一节开始 讲到什么呢 因为呢 那个皇后呢 这个也西别 要来追杀他 他就逃命 OK 那么呢 他逃到他 他走到了 从犹大走到这个别世巴 如果你看圣经 犹大到别世巴 是怎么样去回事 就是从一个头到的一个 就一个到了很远的一个地方 他走了一天的路 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 那么第四节 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了一棵的罗藤树下 OK 罗藤树这个小树啊 他就坐在那边求死说 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生命吧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主 OK 所以第四节 这里这么说 那么那个天使呢 看到他就很可怜 神就派了天使来找他 给他一瓶水 还有一个碳烧的饼 哇 你想想看 很饿的时候 走到很 很沮丧的时候 天使来给他 一瓶的水 然后还有一个烧饼 你可以想想看 肚子饿的时候 你喜欢吃什么烧饼呢 你喜欢吃 我告诉你肚子饿吃的时候 吃的烧饼是很好吃的 你吃饱了 再给你好吃的烧饼 你都觉得不好吃的 在那时候 那个神就派使者给他一个烧饼 然后呢 他就吃了喝了 他就靠着那些的饮食 给他的力量 又走了四十周夜 他就来到和列山 走到一个山洞里面 就在洞的里面 原来 上帝的伟人 所使用的伟人 也会 有沮丧 也会灰心 也会来到一个地步 好像面对瓶颈 走不出来 找不到出路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形里面 is ok 告诉自己 其实你就是那一个伟人 上帝要使用你 时间还没有到 不要求死 ok吗 所以 伟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 你在说 耶稣真的了解吗 耶稣知道我的孤单吗 弟兄姊妹 好消息告诉你 耶稣他了解你的孤单 耶稣不单止了解你的孤单 耶稣还要抑制你的孤单 耶稣 耶稣还要抑制孤单的人 就是你 Amen 所以今天的奖章 来来去去 就这三点 就这个地方 耶稣了解 他知道 然后他要医治 他更要医治的是你 因为你 是不是只是孤单 因为你可能里面 还有其他的问题 耶稣今天来就要释放你 Amen 耶稣真的了解吗 耶稣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孤单 耶稣也曾经在 独自在退到旷野 祷告 耶稣也被带到山上 去有四十天的 这个的禁食 祷告 也被魔鬼撒旦来引诱 OK 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他也自己 门徒虽然陪着他一半 但是那些门徒到最后 都在外面睡觉了 只有他一个人独自面对 他面对是什么呢 面对是未知数 他面对的是 要上十字架 他面对的是一个死亡的威胁 今天你跟我 我们最怕是什么呢 人生里面 我们人生最怕遇到什么呢 我们人生最怕遇到 Ajinomoto 什么叫Ajinomoto 未知数不是未经 未知数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前途茫茫的那种 明白吗 我们很怕 因为来到了这些 这些的十字路口 我们 有很多的这些 哎呀 可能会发生这个 可能发生可能 其实到最后 那都是你的忧虑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的 因为上帝都为你保守了 上帝就给你最好的 Amen 所以当时当我们去面对这样 我们面对人的背叛 耶稣也面对 门徒对他的背叛 门徒对他的出卖 耶稣了解吗 嘿 耶稣了解你的心情啦 所以It's ok 如果你今天是 非常失望 孤单的 It's ok 那耶稣知道吗 耶稣了解 耶稣清楚 他也亲身经历过 可以吗 OK 来接下来 耶稣他能医治吗 耶稣他自己啦 因为有些的医生 很厉害讲 但是可以医人 但是不可以医自己 耶稣可以医到吗 耶稣可以啦 Ok 我们的孤单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到的 今天 来我们去翻开的 那段的经文 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第一 到第 第一到第二十 Ok 那么同样的经文 其实也记载在 马可福音的五章一到二十节 也住在 也记载路加福音的八章 二十六到三十九节 你可以来参考 其实马太福音也有谈到的 Ok 讲到那是一个人 Ok 一个住在格拉森的 一个孤单的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去读太长的经文 这个人呢 没有穿衣服 他没有房子住 住在哪里呢 住在坟营里 Ok 就坟场了 那么呢 有人呢 用脚链 用手链 把它锁住 但是他很大力 他都把这些都弄断 多次 Ok 他也有时候会 发狂 发癫 用石头 伤自己 Ok 割伤自己 也有时候会大喊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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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很痛苦 因为他的内心 有 邪灵的辅助 不是一个 是一大群 这一家群呢 好像个军团那么多 Ok 有两千 可以了吗 这个是背景 来谈一下 Ok 英文 你们自己去看了 我们就跳过去 讲到这个格拉森的地方 通常一些人 你怎么去接纳他呢 我们在讲团契的时候 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把弟兄姊妹 各自的标签 Label 我们用什么去标签 我们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可能看 哎 他家什么车来的 他穿什么衣服的 今天中弟兄没有穿西装来 只是穿了一个partic 所以他今天讲的应该是 很casual的 很快的 Ok 讲完了 所以你们大家都以 啊 衣着appearance A 来看 或者看他的asset 另一个的A 就看到他驾什么车的 也或者是你要看 他的ability 他些什么的背景 什么的学问 Ok 或者是 你 你在看他这个的人 啊 究竟他有什么achievements 哦 哦 原来他是一个博士 哦 原来他是一个什么tato 还是一个tansri 所以你对他 有不同的标签 那么 可能在教会的当中 有一些的人 令你好不起眼的 可能这些人就好像这个住在格拉森的这个孤单的人一样 他是被邪灵扶着 他没有衣服穿 可能身体很臭 可能也没冲凉 可能真的令你感觉到 不害怕 真的看到有点会反胃的 但在这种的人 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怎么去接纳他呢 你们愿意为他祷告吗 你们愿意去接纳他 成为你们的一群人吗 成为你们其中的一部分吗 但是 但是耶稣会 耶稣会 爱这样的人 因为 你不要以为 他是那个格拉森的人 不小心 你也是那一个 格拉森的 孤单的人 嘿 弟兄姐妹 怎么可能 我有冲凉 我有家住 我有上学 我有朋友 你有试过孤单吗 你有试过被你的朋友排车吗 你有试过被人家拘于门外吗 你会有社交的恐惧症吗 你会不会常常宅在家里面吗 那么你宅在家里面 小心哦 你可能会给二者留地步哦 宅在家就不好 我一定要跑出来 每天去爱我爱逛一下 不是啦 宅在家的意思就是 他可能一个礼拜不出门 一个月不出门 有这样的人吗 有 真的有这样的人 他不愿意见任何人 他宅在了里面 不小心 他就会让二者留了地步 第一个 除了是邪灵的入侵以外 最主要的 他宅在家里面 他已经活在一个虚幻的情况里面 那么他可能会打游戏 可能会上瘾 可能会追小说 可能会追 追那个电视剧 韩剧 欧巴的 不喜欢 没有反应 原来你们喜欢 那个日本的 阿兴的那种 或者是香港的 或者是台湾的 无论如何 那么可能 你会 宅在家的里面 不小心的就迷上 上网咯 因为太孤单 上网 然后就有人送上门的 不小心的 你就慢慢的被这些捆绑着 OK 那么呢 其实 当你宅在太久的时候 你自我封闭的时候 你不想和人家交往 你不单只会伤害自己 也伤害到别人 因为 你宅在酒里面 你就变成一个榴莲了 整身都是吃的 怎么样去窝你 都是砸手的 OK吗 其实我曾经被一个动物骗了 熊猫 看它样子 朦朦的 很可爱的 但是它一点都不好抱的 我去四川的时候 我以为 熊猫很可爱 一定要进去 而且又认识人 它就让我们进去 可以抱一下熊猫 一抱它一下 哎哟 不抱还好 你有吃过刷衣服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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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雨擦吗 那个 就是砸的 就是你 你抱它 它的毛 身上的毛 不是软软舒服的 是砸人的 是吃到你 你一抱它 它又中我 你想 就要把它丢掉的那种 OK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小心 就变成了熊猫 变成了榴莲 对你又爱又恨 因为都砸手的 OK 但是你里面的灵魂 却非常可爱的 是上帝非常喜欢的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 要怎么跟熊猫相处 要怎么跟榴莲 共存 所以在团体的里面 我们也知道 其实很多的人 今天在这样的 大环境的里面 也有很多孤单无助的 我们知道 特别的在这个的时间点的里面 很多人 我们 都要去了解一下 OK 去帮助他们 怎么去 走出这种的孤单 让他能够向神来敞开自己 很多人 可能工作 就一大堆的人 但是因为工作 在职场的当中 都是权力 利益关系 勾心斗角 人与人之间 已经没有了那种的信靠 人与人之间 没有那种简单的信任 所以 对人呢 会觉得非常的排斥 跟觉得很冷漠 是因为被伤害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的上帝要接纳我们 要怎么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的再次的去恢复 弟兄姊妹 请你要分清楚一样东西 我们一个人独促 不代表是孤单 OK吗 独促 很多时候是好的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适当的离开我们繁忙的工作 适当的离开我们的这些太多的事情 我们需要自己能够和上帝独促 来敬拜 来赞美 来祷告 但是孤单的太久 封闭了太久 却不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要把这两个分开 好不好 所以不要以为独促 就等于孤单 它不是同样的东西 那么如果你要怎么去恢复 要去怎么overcome 上帝怎么去帮助 就是帮助你 医治你 就是能够胜过这个的孤单 第一 你必须要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 你要好像格拉森的 那个孤单的那个人一样 他说 神救我 你愿意告诉上帝说 上帝救我吗 只要你肯 上帝绝对愿意来帮你 OK 所以你要去做出这个的改变 救我 那么 你要跟上帝来连接 第二 那你要学习在主内的里面 跟家人一起的团契 要有种合一 什么是合一啊 合一就是孤单的反义词啦 OK 孤单就是自我孤立 那么你要和人和上帝 你要分离的 团契是什么呢 团契就是我们要communion 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彼此的 以爱 互相的相通 我们要在主里面 来分享喜悦 分享我们的困难 愁苦 记得一样 分享的喜悦 是加倍的 分享的 重担 是减半的 Amen吗 所以你需要 一个家人 跟你来分担一下 你的重担 他都帮不到 我跟Isaac讲 他都不明白 但是最低限度 Isaac他愿意听我说啊 可以吗 那么喜悦 我跟他讲了 他会为我高兴 所以我们就共同的 因为我们要晓得 如何的去分担 OK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知道 在上帝所预备的地方 我们可能人生真的 不小心的走啊走 就走到了这个旷野的路 走到了这个孤单的路 但是很多时候 在旷野孤单的时候 却是上帝 要扩张你生命的时候 OK 这个可能最后的时候呢 我会让大家看一个 我把它丢在最后最后那边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其实就是那一群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的 我们 OK 我们在基督的爱的里面 我们彼此的相爱 我们其实就是在彼此的 有这种的团契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在爱里面 合一 我们需要的是一起服事 do life together 我们需要的在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信仰的旅程的里面 彼此的来分享 彼此的来分担 彼此之间来鼓励 来造就 让我们一起跑神的道路 阿们吗 所以你们的这个的主题 就是从这个的团契之后 你们会来到成长 因为我们在彼此之间 生命互相的影响 在团契的当中 我们生命原来彼此就在成长的当中 所以好像希伯来书的说 我们要用爱心 我们要勉励人家行善 我们要不可以停止聚会 不然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所以你们要总要什么呢 彼此的来分享生命 还有怎么样呢 除了要跟上帝连结 恢复关系 除了要跟教会的里面团契 还有些什么呢 要做的 第三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跟人家分享 你去看那个 在格拉森被医治 那个被鬼扶的人 上帝医治好了他的时候 耶稣要求他什么呢 他说 耶稣我可不可以跟着你走 上船 耶稣说你不要跟我上船 你就在你住的这个地方 OK 格拉森的地区的里面 来传扬 那你今天 如果上帝帮助了你 走过了这个的孤单 忧郁 走了出来 或者上帝医治了你 帮助了你 那你需要做些什么呢 就告诉人家啦 就跟人家分享 分享这种的喜悦 分享就告诉人家说 耶稣怎么的爱你 怎么的帮助你 可以吗 就这三点 就这么简单的 所以你呢 就能够 去胜过这一切 阿们吗 所以如果 在我们当中呢 你说 我真的 我今天不小心的 也觉得非常的孤单 也觉得好像很多东西 都 困绑着我 残扰着我 那么今天你会不会来说 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神啊 至高神的儿子 不要叫我受苦 就好像这个格拉森人 一样的祷告 你要求神来说 神啊 来怜悯我 怜悯我和我的家人 我要从群的当中 的捆绑被释放出来 什么是群呢 群可能是 电子游戏 这个群可能是网络 因为群的原文 是叫做Legend Legend 是在罗马兵的 这个的团队的里面 是三千到六千 很多 今天我们被 所有的 整个的世代 很多的东西 捆绑着我们 我们被太多的 这一些 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把我们困住 把我们 封起来 把我们 锁在里面 今天我们要靠着 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能力 再次的 走出来 你愿意吗 如果朋友 你是第一次的 还没有接受过耶稣的 我鼓励你 一起的来做 这个的祷告 告诉说 上帝我愿意 我愿意 接受你 让我有这个的改变 Amen 好 在这个音乐 在弹着的时候 跟你分享 最后一个slide 就是我说放到最后的 来帮我再按最后一个 有一个的人 你可以上网去找他 叫做Elizabeth Elliot 这个Elizabeth Elliot 她是一个宣教师 她年轻的时候 她跟她第一任的丈夫 丈夫叫做Jim Elliot 他们从美国去到亚马逊的一个部落 那边的土树呢 叫做 那时候 叫做Aukas 那么后来呢 现在 叫做Wadani 这些的土树呢 是非常的凶悍的 这五个人呢 他们坐了水上飞机 来到了这一个的地方 要向这个土树传福音 怎么知道 还没有开口 土树就把他们五个宣教师 全部杀掉 这个整个的故事呢 写成了一本书 叫做这个荣耀的 那个叫做 The Gate of Splendor 荣耀的门翻译了 那么也拍成了一套电影 叫做 毛尾 名字很怪 毛尾 End of the Spear 因为呢 他那个宣教师 是被那个 长长的毛 擦死的 所以那个 那个电影面叫 毛尾 是一个非常 你可以上网去 找这个电影 那么 这个Jim Elliot的太太 叫Elizabeth 那么她 年轻的时候 因为丈夫 就因为 训道 因为宣教 要训道 她就第二年呢 带着她的 孩子 回去部落 OK 用了16年的时间 去感化整个的部落 也把福音 也把福音传给 甚至福 连那一个 杀死她丈夫的 那一个人 都 信了耶稣 也成为了传道人 这个是真人真事的故事 而这个的作者 这个Elizabeth 是在大概 2015年过世 那么她其中 最后呢 写了最后的 其中一本书呢 叫 The Path of Loneliness 就是说孤单的道路 其实原来上帝是靠着最沉重的这种的苦难 还有孤单呢 其实上帝要教会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弟兄姊妹 我们不害怕孤单 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怕任何人生里面的苦难 或者是发生的特别的事情 以致我们 在关系各方面的当中 我们真的来到了一个瓶颈 今天我们愿意的 就是面对这个的关系 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再次的恢复 和上帝这个关系 阿们吗 我们一起的来 唱这首歌 叫《医治的爱》 因为上帝 用他的爱来医治我们 无论我们 有很多的挣扎 甚至乎有捆绑 或者是我们 有恶者的作为 在生命的里面 把我们封闭了起来 今天 耶稣 说 你们得自由了 好 我们一起张起来 我们来唱这首歌 叫《医治的爱》 按着看